你念封面給我聽 星期八 不跟你玩了 你要念不跟你玩了嗎 還是你要念什麼別的 星期八 神奇的小爸爸 人要盼望 依舊的開學 終於來臨了 他要下學囉 可是 上學的第一天早上 英牛卻一直呆在廁所裡不出來 他說 我肚子痛 叮咚 爺爺已經在樓下等了老伴天 他今天要負責帶牛牛去上學 一劍 一劍到喵喵 臉上沒有一絲笑容 皺著眉頭 親閉的嘴巴 每一步都踩得慢吞吞 爺爺就知道怎麼回事了 爺爺怎麼那麼厲害 一下就知道 Sinne大家 composioma 走 King 走到一半路上 爺爺開一口 其實當爺爺還是個小男生的時候 所以我也很害怕第一天開 上學喔 爺爺喆 喳 喳喳耶 や 喳喳也 喳喳眼 喳喳爺也 跟牛牛透露著個小秘密 真的嗎?爺爺也會害怕嗎? 牛牛有點不敢相信 對啊 我害怕自己走到出生時 爺爺小小說說 牛牛聽了大聲 但我不怕 牛牛爺陪我爺爺接著說 我害怕學校的老師會很兇 這回 這回 牛牛沒有像小小聲音 那他兇嗎? 你看 是這樣嗎? 啊!這麼兇啊 結果呢 就像獅子 對啊 那結果爺爺說什麼? 爺爺搖 搖搖頭 神秘的微笑著 那 那是因為我有一個神奇的法寶 小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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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知道是什麼嗎? 是kissing hand 牛牛點點頭 不是kissing hand嗎? 眼睛 靜盯著爺爺從口袋裡慢慢掏出那個小法寶 這什麼? 一看 這哪是什麼神奇的小法寶 不過就是一顆普通的玻璃珠嗎? 玻璃珠 就是彈珠 玻璃珠 玻璃珠 你誰 有柳士問透了 哈哈 但你也轉動著閃閃發光的 玻璃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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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爺爺upside down 牛牛 结果 牛牛啦 不是牛牛 我刚说牛牛 结果 玻璃离珠左 左看右看 牛牛 结果不是结果 是结果 就是拿过来 凑近眼睛前 再仔细看一 他说也奇怪 透过这颗玻璃珠 玻璃 玻璃珠 牛牛看到的东西竟然全都变变倒了 哇 这果然太神奇了 超小啊 从玻璃珠里看到的世界 树变成了扫把 天空变成海洋 连野野都变成头上脚下的特基岩 他其实写错了 头上脚下 应该是头下脚上吧 应该是头在下面脚在上面啊 因为正常人就是头上脚下啊 我觉得他写错了 没关系 你要不要帮他改 应该是头下脚上 平常无奇的景象 已透过玻璃珠 全变成一副母的 又奇特的图画 那他另外一边 那为什么他没有看到他的耳朵 因为他的耳朵 因为他的耳朵很靠近 那玻璃珠 树和爷爷都比较圆 所以才会upside down 才会颠倒 然后呢 是比较转一点的 对比较圆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有看过啊 所以也是可以fail 念完了吗 还没啦 爷爷笑着问 现在你知道爷爷 不会怕的秘密了吧 我知道 妞妞想着回答 那些让爷爷害怕的东西 只要透过玻璃珠去看 都会变得很有趣 真的啊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来到学校大门口 妞妞摸摸口袋里的身体 小法宝 眼睛变得像玻璃珠一样闪闪发光 现在她的心情不再害怕 而是充满了好奇 她大步走向教室 迫不及待想要这颗玻璃珠 去看她的新老师和新同学呢 怎么啦 还有啊 还有啊 怎么 认是新朋友 嗯 我会问新朋友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玩 我会请她吃糖果 那如果你 如果她不能吃了 嗯 要先问她的爸爸妈妈 还会找她一起吊钢杠 吊钢杠是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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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害羞 她有害羞 她有害羞 你觉得这三个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我觉得这个 讲话的吗 嗯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常常可以跟 你跟姐姐跟同学聊聊天 好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还没耶 太多了 念完了拜拜 可是 可是我不是说念到那个 不行那太多了 这边吗 太多了 来 拜拜